马自达的车瓦是在日系车里面最不偷工颜料的了 并且难得的三大件都是完美的车瓦 前几天问马自达CX5这部车子的网友粉丝很多 包括安阿塞拉和CX50都是 那么下面我把问这些问题的粉丝的截图给大家贴出来 以上就是这些网友朋友们的一个留言 一句话总结 放心购买 开过马自达车子的都明白 开车开啥 就是开着发动机变速器和底盘三大件 马自达的发动机虽然是占戏器 不如涡轮增压发动机加速快 但是马自达的发动机压缩比高 13比1 爆发力好 在自然吸气发动机里面那是头子 质量也很好 最主要的是它不需要戴口罩 就可以满足国六排放标准 那么变速箱 马自达几乎所有车型都统一使用自家生产的 6AT变速箱 开过着都懂 升档降档是一气合成 从不拖泥带水 所心随心所欲 质量非常好 底盘悬架紧质感也是特别好 要比丰田和本田的底盘质感好很多 转弯的时候车身的跟随性特别好 所以马自达的各类车型 你随便可以购买 你开马自达各种车子 它都有那种操控的欲望在里面 你比如现在 昂卡塞拉 4万块钱可以买到2.0升 马自达CX5 14万就可以买到2.0升 这个价位 在同价位同级别里 都是首选的车型了 但是确实是后排空间不如意 但是你的车子是不是经常的后排 不坐人或者经常坐人呢 甚至你的副驾驶都不经常坐人 大多数都是一人开了才车的时候 我认为这车子还是非常优秀的 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绝对是可以 绝对是可以值得购买的一部好车吧 主要吐槽马自达缺点的 一个是发动机的声音大 隔音做的不好 再就是空间上不如意 其实发动机的声音嘛 冷起动数大 正常代数上来 发动机的温度上来了 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它是为了给三云吹化加热 你像冷起动 本田CRV 还有这个 丰田这个荣放 还有包括这个奔驰的一级 声音也是特别特别大的 不光是马自达的车子 其实跟质量没有任何关系 能用着 那么视频前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